1945年柏林战役结束后 苏联战地摄影记者伊弗根尼·哈尔代尹 请几位士兵在德国国会大厦顶部拍摄了这张照片 放大看 你会发现右下角这位士兵只在左手上戴了一块手表 但在哈尔代尹拍的底片上 这位士兵的左右手上各有一块手表 在那个没有数码相机和PS的远古年代 胶片摄影是如何以假论真的 要想批胶片照片 你首先要了解胶片摄影的成像过程 常见的胶片主要有黑白附片和彩色附片 其中负责感光的物质都是乳化银颗粒 在你按下快门键后 光线会照射到充满乳化银晶体的胶片上 让乳化银晶体发生结构性变化 并和旁边也受到了光线照射的乳化银晶体聚集起来 形成前影 胶片上某个部位接收到的光线越强 聚集和变性的乳化银晶体就越多 光线很弱的部位 乳化银晶体就不会变化 要把这张拍好的胶片变成照片 主要有冲洗和放大两部 冲洗是处理胶片本身 胶片曝光后产生的前影肉眼看不见 需要用显影液和定影剂 将看不见的前影转化成可见的影像 以最常见的显影液科达第76为例 其中的米图尔和对本二分是还原剂 能将之前已经感光聚集的乳化银晶体 还原成黑色的金属银颗粒 而没有感光的乳化银则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之后再用定影剂 洗去没有改变的乳化银晶体 最后用清水洗净胶片上的药液 挂起来晾干 胶片就洗好了 请注意 此时的胶片上受到强光照射的部分 留下的黑色金属银颗粒越多 胶片越不透光 反而是原本光纤暗的部位 乳化银晶体没怎么变化 最后都被定影剂洗掉了 越透光 所以此时胶片上的明暗亮度 与被拍摄的景象刚好相反 这就是它叫负片的原因 在这个阶段 就已经可以给照片做一些细微的修改了 比如你可以用铅笔 把脸上的痘痘微微涂黑 这样胶片上痘痘的位置不再透光 洗出来的照片上 痘痘就消失了 一名手艺精湛的修版师 可以用一根铅笔 重构人物面部阴影 皱纹等细节 这是胶片时代 纯手工无添加的美颜方式之一 彩色副片的结构与黑白副片相似 区别在于片机上方有三层感官涂层 可以分别感受不同波长的光线 最后混合成你肉眼看到的颜色 只是这个彩色和黑白副片一样 与真实的颜色刚好相反 不能直接观看 还需要经过第二步放大 也就是使用放大机 把洗好晾干的胶片 再翻拍到相纸上 变成照片 放大前 需要先把胶片固定在放大机的底片夹上 然后打开光源 穿过底片 并被镜头聚焦后 在底座处的相纸上 投射出一个清晰的影像 相纸表面也涂有乳化影感光乳迹 被光线照射后 同样会发生结构性变化 之后还要再做一次显影 定影等操作 妙就妙在这里 之前胶片上的明暗信息 和真实世界刚好相反 而翻拍后 相纸上的明暗信息 与胶片又刚好相反 这样负负得正 一张颇具逼格的胶片罩就诞生了 知道了胶片成像的原理和过程 就能理解 怎么在胶片摄影时代批图了 主要就是要利用放大这一过程 以及腹片本身 与现实相反的特点 来完成许多骚操作 遮挡是暗房加工中最基本 最常用的手法 比如在拍摄时 一张照片各个部位的曝光 不一定都很完美 如果直接按照正常方式放大 那么阴影区域的细节 可能难以清晰展现出来 这时就可以在放大时 运用局部加光或减光的方法 分区域调整曝光 获得一张曝光更完美 细节更丰富的照片 巧妙运用遮挡 还可以像PS抠图一样 去掉照片中的人或物体 然后再用毛笔补画上空白 让照片更美观或者符合需求 处理彩色照片时 可以利用绿色片调整色彩 比如让天空变得更蓝 花朵变得更鲜艳 甚至直接让枯黄的草变成绿色 而叠放和套放手法 是更高级的暗房特技 它们能把多张胶片 合成到一张照片上 比如在照片上 加个太阳或月亮 让原本毫无关系的景象 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利用这些技法 摄影师们甚至可以创造出 许多现实中不存在的影像 比如这些照片 一般人都会以为 是利用数码技术后期合成的 但它们其实是 美国摄影师杰里·沃尔斯曼 利用传统暗房中的奇迹银桥 手工创作出来的 视频开始时提到的照片 攻克柏连的胜利旗帜 也是由摄影师哈尔戴尹亲自操刀 用一根针刮掉了 这名士兵右手腕上的手表 除此之外 它还加深了苏联国旗的阴影 让风看起来更大一些 并利用叠放和套放 把原本属于 另一张照片上的烟雾 直接披进了这张照片里 渲染战争中的硝烟氛围 所以即便是胶片时代的照片 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可信 一张看起来完美的好作品 可能早在冲洗和放大阶段 就被美化过了 当然 普通摄影师也可以利用这些技术 来修复拍得不好 或者已经损坏的胶片和照片 比如有人在拍照时闭眼了 那就可以在底片上 给他补画个眼睛 也可以通过剪切拼贴等操作 让没能到场的人 出现在大合照上 也有些照片会因冲洗 或保存不当而产生白到白点 那也可以重新翻拍放大 在新照片上用毛笔等方式做修复 让你重拾记忆 总而言之 胶片时代的后期技术 就已经相当发达了 那些古老的照片 或许并不像他们表面上的那样真实 而且有些人就算不懂什么高超的暗房技巧 也同样能做出以假乱真的图片 比如2007年 一位农民从这样一张纸画上 抠了一只纸老虎下来 合成出了一张野生华南虎照片 骗过了不少媒体和专家的眼睛 最后警方介入 专门开了新闻发布会才澄清真相 如何快速看出老胶片都拍了啥 首先用iPad照亮笔片 并用iPhone翻拍 再在PS里反转颜色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